上回说到小甘罗来到张堂的病榻前 跟您说 我掉剂来了 咱们爷俩总得再见上一面 张堂一听了胡子都撅起来了 这回也甭装病了 嗓门也大了 气也粗了 我说 你这孩子说的这叫什么话 我还没咽气呢 你就来调剂活人 你这是咒我死 老将军 要一晚上看呢 您虽然活着可是死到临头了 你 你为什么这么讲话 甘罗心说行 你家里家为什么了 我呀就有话说了 小甘罗把这话锋一转 老将军 您是秦国有名的功臣 平心而论 我问问您 弄功劳 您比武安君如何呀 甘罗说的武安君 是秦昭王时代的名将白起 张堂最佩服的就是白起将军了 甘罗呀 武安君了的嘛 人家 人家在南方挫败了强大的楚国 拿下楚国的国度 公寒机位 西兆逼烟 破城略地 不计其数啊 就说长平一战吧 摧毁了赵军的主力 要不是赵王跟应侯 要组合 那老将军一股作气 拿下邯郸就把赵国灭了呀 武安君盖世其功 我这点微薄的战功 怎么能跟他比呀 天地之别呀 老将军 您刚才说了 武安君 能把赵国给灭了 就是因为 应侯范随 跟赵王要讲和 所以才没拿下赵国 那应侯范随 他当时可是咱们国家的丞相啊 也是功勋卓重 我问问您 他为什么反对 白起将军进兵邯郸 你说呢 那他是害怕 害怕武安君功劳盖过他 他做的不对 现在我想请您想一想 当初的这位范随丞相 跟现在的吕丞相 他们哪一位更专权呢 哎呦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吕丞相更专权了 太后支持大王信任 他可是大王的重负啊 老将军 这么说 您是知道吕丞相 比范丞相权力更大 谁都知道啊 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 有这么一件事 像当初武安军 白起得罪了范丞相 后来朝廷 几次派大将去罚赵 都失败了 朝廷就硬行派 他带武安军去 他不去 丞相亲自去请啊 武安军可跟你一样啊 称并不去 最后怎么样了 赵王跟丞相下了命令 就把武安军 轰出国都咸阳了 武安军 白起将军刚走到都游 赵明来了 赐贱而死啊 今天吕丞相亲自登门相请 请您到英国去做丞相 您可跟白将军一样 也撑并不去 您既然知道吕丞相比当年范丞相更专权 范丞相都容不下武安军白起 那么吕丞相能容将军您吗 您说了 您跟武安军的功劳比不了 您看看 您得罪了吕丞相 您是不是死期已然到了呢 哎呀 张唐听到此处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唰的一下 这冷汗就下来了 蹚的一下 起来了 来人哪 摆坐看场 赶公子 咱们爷俩坐下 好好的聊聊 老乔我虽然长得几岁 哎 岁数大了 愚昧无知 哈儿啊 你得好好开刀 开刀我 咱们两家可有交情 爷俩是席地而纵 谈出了肺腑之言 张唐明白了 立刻请甘罗帮忙 让他带自己向丞相请罪 答应自己出使燕国到燕国去做丞相 甘罗走了 他马上准备行装 要出发了 小甘罗高高兴兴回到相府 就把张唐答应去燕国做丞相的事情 跟丞相吕不韦说了 吕不韦高兴兴回到相吕不韦 高兴兴回到相吕不韦 高兴兴回到相吕不韦 你可真有本事了 您先别着急 老相爷 这书小甘罗可就有了主意了 他看着吕不韦 我跟您说这件事 可没全办妥呢 怎么没办妥呀 啊 你说说 老相爷 张唐虽然听了微臣的劝解 不得已答应 到燕国去当宰相 可是经过赵国他害怕呀 我看得出来 他怕走赵国 说实在的 让张将军由赵入燕 确实风险不小 怎么办 我先去为张将军扑扑路 您看行不行啊 你怎么样为他扑路啊 丞相 您给我几十名仆从 再给我几辆车 这马呀 可得是快马 我得赶在张唐将军的前边 到达邯郸 去说服赵王 我明白了 不错不错 我呀 立刻进宫 在大王面前请旨 吕不韦 离开相府 就来到秦王的便殿 见到秦王嬴政 就把甘罗面前张堂的事情说了 嬴政非常高兴 来呀 照见甘罗 话是传下去了 时间不大 小甘罗来到便殿贵岛在地 少数子甘罗参见大王 免礼平身 一旁回话 谢大王 甘罗在下垂手一战 秦王嬴政上下打量这孩子 身高也就在五尺 按现在说不到一米二啊 头上戴着淡黄色的头巾 身上穿着蓝色绣花的乳服 脚底下一双灶旅 上边牵着明珠 望脸上看 眉清目秀 齿白 唇红 就跟画上画的翩翩少年一样 嘿 长得可真不错呀 嬴政不由得看了眼吕不韦 哎 是不是这孩子走了吕不韦的门路啊 他有没有才学呀 他要真是盘了吕不韦的高枝 那可就是有其表 而无其内的庸才了 嬴政就得问他 甘罗 朕派你出使赵国见到赵王 你以何言相对 启奏大王 连焉反赵 是微臣我这一次 构奔赵国的宗旨 但是呢 事情要通全答辩 只要对我国有利 我呀 就见机行事 至于言语措辞 本无定则 那我得先察言观色 看看赵王 喜欢什么 害怕什么 我得随遇而尽 对正而异 说话呀 就如同波浪之星 随风转换 没有定型 这可是不能预定的 其实小甘罗说的呢 就是一句话 随机应变 见景生情 这智慧跟言语是相通的 不能提前定好了 嬴政也是个聪明人 好 好 甘罗 你真是秀外惠中 朕 就给你十辆好车 百名从人 还给你快马 你们立刻走连夜赶奔寒淡 遵旨 小甘罗领旨之后不敢怠慢 带着蒲从星夜奔驰渡国大河 经过上党 没有几天的时间 就到达了赵国的边界 赵国的大王叫赵衍 也就是道湘王 十几年前长平一战 秦将白起打败了赵军 活埋赵族四十五万 就这一件事 就把赵衍吓破了胆 他继位后这几年 最怕秦国兵将来打邯淡 最近他可听见报告了 说燕国 跟秦国相好 看着意思 要夹击自己的赵国呀 吓得他吃也不香 睡也睡不着 每天来回踱步 坐都坐不住 这时会儿 门历进来了 大王 边历来报 说秦国使者甘罗 出使赵国已然入境了 啊 哎呀 赵燕高兴坏了 秦国的使者甘罗来了 哎呀 我可得揪住这根救命草啊 好好谈谈 即便不能阻止秦国势力东阔 至少得换好一下啊 所以赵王亲自率兵迎接 这时候甘罗离寒郸二十里了 跑声一响 赵王列队了 小甘罗一看 对面惊奇招展 人声腾废 赵王带着文武百官列队迎接 甘罗心里明白了 立刻传下命令车马止重 逝者就把甘罗搀扶下了车 赵王马上满面带销迎上前来 得知秦王使者光临毕业 寡人在此功后多时了 小甘罗一看这照眼 穿的衣裳确实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上身呢 是短身 昆袖的夹袄 下身穿的裤子 不像别的地方 上下的衣裳连在一起 是个大袍子 这个赵王穿着一双 红皮短筒的靴子 还不是皮靴子 身后的大臣们 也都跟他的装束一样 嘿 甘罗心说我原来听说过 赵人穿胡服 今天一看果然不佳呀 因为在六十多年以前 赵武灵王搞了一次服装改革 为了骑马奢戒 他呢 就引进了胡服 所以就穿着上下两截 不是大袍的衣裳 甘罗看赵王 赵王也看甘罗呀 赵王奇怪 心说处理这样一件国家大事 秦王总会派一个设施不深的少年呢 甘罗 他会不会是秦国老丞相甘冒的后代呢 甘罗上前恭恭敬敬 身世一礼 秦始甘罗 参见大王 赵王赶紧用手相掺 献上免礼 朕听说 贵国过去有一位大通三川之路的甘老丞相 不知道那是先生的什么人 他老人家呀 正是微臣的祖父 请问先生贵庚几何 一十二岁 赵王冷了 朕可不明白呀 秦国人才积极 年长才高者挺多呀 先生还未成年 怎么秦王就选中您 抽食我国呢 小甘罗聪明极了 听出来了 赵王轻视自己 看我小 大王 您有所不知 秦国用人有秦国的规矩 因才而用 年长者呀 办大事 年幼者办小事 因为臣年纪最小 所以才派我出使赵国呀 嘿 赵王一听小甘罗 言辞磊落 质地有声 他不轻易受辱啊 可不能笑瞧他 先生 请上车进城 你我并驾齐驱 两个人登车了 其余的人 该坐车的坐车 该骑马的骑马 这样呢 就进了邯郸城了 甘罗进城一看 早就听说 邯郸工商业很发达 今天进了城 一看大街两巷 制铁的 制陶器的 做衣服的 嘿 买卖 铺户挺多 招牌九皇的到处都是 直接到了赵宫了 赵王就把甘罗让刀大殿分 宾主落座 试着献查 赵王 是主人 得先说话 甘罗先生 远路风封城 来到碧翼 不知有何见叫 大王 列国封烟 如白云苍狗 变幻无常 不知大王 听说了没有 烟太子丹 已然到秦国入治 我听说了 大王 您听说我国 已经派张堂将军 到燕国 去做丞相了吧 我以奉问 不知张堂 是否到达了燕国 听先生这么说 难道张堂将军成行了 小甘罗察言观色 他看出来了 赵王一律重重 甘罗就把语气加重了 大王啊 燕太子丹入治于秦 这表示燕不欺秦 那么张堂去向燕 这表示秦不欺燕 秦燕互不相欺 就把你们赵国 晾在中间了 你们赵国可危险了 我是替您感到焦虑呀 赵王不明白 甘罗什么想法 只能试探着说吧 先生啊 您能为我赵国所想 朕确实感激 您能不能告诉我 秦 所以秦燕 到底有什么打算 行事危机 有没有救我赵国的良策呀 好啊 不过事关机密 请大王秉退左右 退下 赵王用手一摆 全退下去了 殿里就剩下他们二倍了 小甘罗说话了 大王 臣可以向您透露一个识点 秦王所以要连燕攻赵 因为他看中了您赵国河间那块地方 土地肥沃 是齐国跟燕国的要冲 大王 实时务者为俊杰 我劝您不如主动的 有打合见 隔出五座城池 献给秦国 秦王的目的达到了 他就不会为难您了 臣呢 就可以面见秦王 臣说厉害 劝他把张堂将军召回来 跟燕国断绝了友好关系 跟您呢 建立伙伴关系 这样赵国相对强大了 再进攻燕国 秦国呢 就不来救燕国了 赵之所得 一定比这五座城池多得多 您相信 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呀 哎呀 赵王恍然大悟 如梦方醒高兴极了 先生 一片言语 使朕豁然开朗 我就按先生的话办了 赵国的安危 就全仗着先生了 甘罗完成使命了 第二天清早告辞 赵王率文武官员送行 而且送给甘罗黄金两千两 白币两双 就把和尖的五城的地图 交给甘罗 让他回报秦王嬴政 甘罗带着手下人 高高兴兴回到秦国 这时候张唐将军呢 已然准备出发了 在秦国境内 要走还没走呢 跟甘罗碰上了 甘罗把事情说清楚了 张将军您在原地待命 等我奏鸣大王 您就等着消息吧 等甘罗回到咸阳 就跟秦王嬴政 跟相国吕不韦 并明了出使赵国的经过 婴政高兴啊 用手指着和尖五城的地图 众位爱情 你们看看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出使赵国 完成使命 使天主大爷成功 这孩子是神童啊 婴政立刻传旨 派人接管和尖五城 同时传下一道旨意 命张堂立刻返回咸阳 张堂回到咸阳 看见小甘罗 感激的眼泪都下来了 多亏甘公子开导跟关怀 老糗才能免去 违抗丞相之罪 又避开赵人报复之灾 公子之恩 这人难以回报啊 赵王就按照甘罗的话办了 大着胆子指挥人马 攻打燕国 拿下三十多座城来 把其中十一座城 就献给了秦国 婴政得到这些城池 就要重上甘罗了 封甘罗什么呢 一般的清地位太低了 就封甘罗为上清 而且把过去封给他祖父的田宅 也都给了甘罗 小甘罗审时多事 巧搬外交 帮着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立下了功劳 十二岁就被封为上清了 这个上清 可跟丞相的级别 差不了多少啊 年纪轻轻十二岁 败为上清 等于是宰相 在中国的历史上 就创下了记录 这段书就叫 甘罗巧遍 败上清 别忘了 明天面 看 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